开局只有一个泥土还有树苗 没有任何的食物也没有任何的物资 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 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单方块生存第44期 上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南瓜盆的小鸡笑容恢复机 兄弟们看他笑的多么的开心呀 嘿嘿可以不用谢我叫雷锋 哎还下蛋了兄弟们这个操作可以啊 不过我们不能老是玩这些花火啊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空岛建设上边 这一期呢我们准备打造一个假山啊 做一个假山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瀑布 打造假山的话我们需要用到大量的石头还有泥土 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多准备一些 石头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缺的 因为我们有自动刷石机还有高速熔炉 我们不需要动手啊 这些石头就会来到我们的背包里边 这边的原石拿过去烤一下 放进我们的箱子里边 拉动拉杆石头就会燃烧 对我们来说目前最为稀缺的东西还是泥土 虽然说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可以浇注泥土的一个装置吧 但是这个效率是特别慢的 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胡萝卜 现在胡萝卜又不多了 我们还需要去自动农场拿一些 这箱子里边全部都是两个村民的血汗呀 没想到变成了泥土 而且这个刷泥土的装置还有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就是它这个泥土会到处跑 我们现在要收集泥土 点一下 有一个在我们的面前 有一个就跑到了后边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改装 我们先拿一些半砖把后边延伸一下 然后这边呢我们挖两个洞啊 放上箱子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装置的附近 全部都放上漏斗连接箱子 哎这个箱子哎哎来吧我们多做些漏斗 把这个装置周围的地板全部都挖开 我们放上一圈漏斗 这样的话泥土大概率都会被漏斗收集 然后进入到箱子里边 这样的话还是会省下一些事情的 好的好的兄弟们完工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 点一下泥土 哎还会有个别的泥土卡在这个 堆尾桶的上面啊 但是没有关系 大部分的泥土都是会进到箱子里边的 我们建造一个假山的话 最起码需要七到八组的泥土 哎有个拴绳 哎我羊驼呢 兄弟们 我这边还有只羊驼哪去了 这边是一个皮革 它没了 完 一共三只羊驼 现在又剩下了两只 那好了 我们现在收集泥土吧 那么下面的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经历了很长时间 我们搞到了很多组的泥土啊 但是兄弟们 这个泥土还可能不够 因为建造一个假山的工程量是特别大的啊 先就这样吧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整一点 我们开始建造假山 假山的位置呢 兄弟们 我决定就把它建在鱼缸的旁边 我觉得这边这个地形是比较空旷的啊 我们做一个小路走过去 然后呢是一片假山 人工假山 哎可以啊 我们从这边搭一条小路 这个小路的话 我们尽量搭得曲折一点 不要太过于的平直 啊 有一种凌乱的美 对不对 OK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做些石墙 把这个小路给它围一下 因为下面是虚空马 很可能掉下去 嗯 还不错吧 兄弟们 我觉得这个小路还是挺好的 我们在这个小路的尽头 建造一个假山 如果我们玩的是原版生存的话 我们只需要找一片比较高的山 然后我们随便改造一下 就可以打造一个特别美的自然景区 但是空岛生存 这个山的话 就需要我们手动建造一个 还是特别麻烦的 我们先用泥土搭一条小路啊 然后建造完假山之后 我们养一些动物 比如说乌龟 牛羊 还有我们最好去其他的地形 比如说雨林 我们刷一些熊猫 把它运回来 但是没有竹子呀 所以说空岛生存 我们建造一些东西 对我们的限制还是挺大的 好的 这么大一片地形 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边 建造一个假山吧 我的天 兄弟们 这是一坨什么东西 我想把它打造的自然一点 但是哎呦 感觉好难呀 啊 我们在这边先挖一个草方块啊 把假山那边的土地 全部都变成草方块 要不然会偷偷的 确实不太好看 我想了一下 兄弟们 如果要建造一个特别高大的假山 我们的材料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有个想法 我们就把假山的外形 给它建造出来就可以了 内部我们就给它留空 这样的话可以省下特别多的材料 哎呦兄弟们 我搞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假山 还是这么一个鸟样子 我感觉我确实没有什么建筑的天赋啊 这个假山看起来是比较大的啊 兄弟们 但是内部全部都是空的 给大家看一下 不仅是内部 哎呦兄弟们 完了 里边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刷块平台 完了 兄弟们 我的假山 哎呦我好烦呀 我准备在这边 我们先倒个桶水吧 看一下这个瀑布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假山已经被我毁了 好难受 兄弟们 嘿嘿嘿嘿 这和我心目中的假山不太一样呀 我本来的想法是这边放些沙子 然后养一些王吧 然后呢我们再运一些熊猫 山羊 什么的 但是 哎呦好难受呀兄弟们 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建造了吧 我觉得建造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我们可以换一个系列开新坑了 这一坑的话建筑对我们来说限制还是特别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抓一些山羊 熊猫 还有雪狐 以及什么羊途 我们还没有翘翅 找这些东西特别特别的麻烦 兄弟们 接下来就要看你们了 你们如果想要看继续建造的话 我们还是要打造我们的生态乐园的 如果大家想看新的系列 想开新坑的话 南瓜就着手准备开新坑 大家可以把想法打在评论区里边 南瓜呢也会发起一个投票 我们少数服从多数 好吧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时间稍微有点短 因为我们现在要决定看新坑还是要继续 那好了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